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誰說簡直不能吃麵條 正面我天天吃 嘴到紅燒脫骨 離賣賣麵自己親手每天乾的滿 我的先生對牛發誓 今生今世有不吃他 但是他對紅燒牛肉麵的記憶 是深深的刻在滴水裡 看著那麽不止他的模樣 好啦 先做成 今天要來煮一道豬燒紅肉麵 豬麵燒紅肉 對 咱們先去裂頭 油膩的裂回來 煮這道 紅燒鯨魚賣賣麵 麵 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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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危險的 一不小心就會 這牛肉麵 調料靈魂是 蔥薑蒜豆瓣醬醬牛冰糖 還有牛 番茄 因為我放牛番茄 所以他也稱為牛肉麵 我用鐵柱鍋來燉 雖然熄鍋會比較厭世 但是鐵鍋慢燉後熟 效果好 記得幫他把屁股洗乾淨 就算常常來炸鍋 也可以用到天長地久 煎這碗紅燒豬 梨麥麥麥麵條的靈魂 除了那隻豬跟豆瓣醬的煎熬 就是梨麥跟是麥片 闖進麵粉混出的米湯 但我不是 使豬主婦三寶 蔥薑蒜 薑跟蒜頭都給他開扁 增加於鍋底接觸的麵肌 如果會酸就給他抓回來 辣椒小姐劈開腿 蔥捆成小人的樣子 家人討厭的紅蘿蔔 藏在檯面下滾他幾刀 紅豬燒肉麵 口味比較偏南部 冰糖加的不多 主要的甜味來自於 洋蔥跟紅蘿蔔 如果不想要吃這麽甜的話 把洋蔥改成白蘿蔔 牛番茄屁股開個十字 等一下好給他剝皮 注意要跑一下 跑鍋水 冷水下鍋滾出柱渣 再幫他近身 這樣豬味就會消失了 噴一點香油這邊煎肉 下一鍋熱水這邊燙牛番茄 拿蔥小人的頭去磨鍋底 這樣鍋底才不會燒回答 只煮到他豬羊變色 豬牛豬豬 豬茄變色 這樣比較好脫衣服 豬的顏色大變之後 圓鍋把調料煎香 番茄也是可以啦 陽香要耐心叫化 香气出来红萝卜也顺便用油炒一下 这样营养素会跑更多出来 豆瓣酱我用两大匙 酱油也用两大匙 冰糖也用两大匙 这口味不精准懒得紧 反正都会好吃的 冰糖啵啵啵啵起响 牛番茄也倒进来一起 炒出营养来越炒越营养 倒热水来洗锅子 洗锅水倒进去滚 大火滚开确定没干锅 转小小火煮一小时 熄火闷到变凉 再放到冰箱一个晚上 猪牛葱茄会融合得更好更入味 我用的面条可不是一般的面条 入口爽滑耐煮煎到泡汤不快 最重要的是 它可是符合 高纖維 低升糖 藜麥拌麵條 麵條 藜麥大約半杯就好 放太多味道會太離 我用台灣產的 熟化即時紅藜 燕麥片也是即時 我放到兩杯甚至更多 麵粉用高筋的 大約700G加3杯水 DGI不等於低熱量 只是飯後的血糖會比較平穩 比較不容易過度刺激那些 會讓我們堆出肥肚 肥臀的 荷爾蒙 導素分泌 這種像鳥一樣的食物 會讓我們消化久一點 當然續航力也會稍微比較久一點 別人家的娘親後面 都是和風細語的模樣 我的潑腹後面 就是狂風暴雨的模樣 怎麼可以錯過 麵團最好欺負的東西 順便洩份 也緊實一下手臂 跟腹部的線條 人家說別活得太老實 要像麵條一樣夠勁道 但湯麵可得要油亮柔順 這樣在社會上才不會被欺負 記得這句話 我們減肥也不要被食物欺負 要吃得飽足吃得爽快 不要三個毆打散 油脂不能少 要佔總熱量的20% 戒斷澱粉也不是長久之間 身體沒有糖分的話 不但沒有力氣抄自己 也會影響燃燒脂肪的效能 碳水大概要佔總熱量的40% 成為主食 藜麥麥片番薯根莖類 都可以成為主食 其他還有蛋白質啊纖維啊 還有該滿足的味覺 那麵條也都是這樣差不多差不多的 八餐 分裝成麵團之後 用保鮮膜各覺空氣放在冰箱 可以放個兩三天 三四天四五天 要用的時候 麵團從冰箱拿出來撒一點麵粉 擀一擀 隨便這樣切它幾個刀 入口爽滑奶煮精到泡湯不發現做的麵條 就完成了 雖然醜但很好吃 在每日消耗的範圍之內 就算吃這種看起來很最熱的紅燒麵 吃一塊蛋糕 吃一頭牛 也不會胖到哪裡去 會胖的原因就在於太大量 太胖子 管事是可以 好啦不說了 每次面中解肥精 都會擋住一大堆人 想要人間走去 我說的是我 盡量用盡全力 把麥片跟泥麥 揉到麵團裡面 面食這個精緻銀行 變得不要這麼精緻 粗糙一點 我們都好過日子 吃一塊錢 吃一塊蛋糕 放到麵團裡 放到麵團裡 做麵團裡 放到麵團裡 看你 我給你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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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最愛的還是市場的豬肉 但是這邊有燒烤用的豬夾肉 叉燒用的五花肉 義大利麵醬用的 絞肉 挑選非常方便 也不用擔心路人沒有戴口罩 進口的梨麥我吃不習慣 總覺得有一股躁味 大燕麥片 燕麥片 黃金燕麥 每次真的都看到布莎莎 這都山豬肉 山豬肉 你咬不動 黑毛巾 有蒜頭有洋蔥 嗯 蒜頭桃生 早餐 早餐 早餐